大家好,欢迎来到刘姐厨房,我是刘姐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家常豆腐的做法 比麻婆豆腐还要好吃 做法简单,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两块内豆腐 先给它切成长条 然后改刀切成四方块 切好后收入盘中 接下来准备几粒大蒜 先把它切成蒜片 然后再剁成蒜末 切好后收入盘中备用 准备一块生姜 先切片 再切丝 然后切成姜末 切好后收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颗蒜苗 把蒜板和蒜叶分开切 蒜板斜刀切成片 切好后收入盘中 再把蒜叶切成小段 切好后收入盘中 接下来锅中烧水 加入一勺食盐 然后放入豆腐 盖上盖子 水开后煮一分钟 这样能够去除豆腥味 一分钟后控水捞出 接下来另起锅烧油 油着下入姜末蒜末 小火煸香 煸香后加入一勺豆瓣酱 煸炒出红油 不能吃辣的也可以放黄豆酱 炒出红油后再加入半碗清水 水开后放入豆腐 用铲子给它推动均匀 然后炖煮一分钟 一分钟后再加入生抽酱油 再来一点蚝油 给它推动均匀 盖上盖子再煮五分钟 时间到了 打开盖子 再给它推动均匀 下面开始给豆腐勾一下宝芡 勾芡要分三次 每倒入一次淀粉水 都要给它推动均匀 因为豆瓣酱比较咸 口味轻的就不用加盐了 口味重的再加入适量的食盐 给它推动均匀 烧至汤汁粘稠 再撒上蒜苗 翻炒均匀 炒至蒜苗断生就可以收火了 出锅 装入盘中 这样美味的家常豆腐就做好了 香辣入味 感觉比麻婆豆腐还要好吃 不油腻 口感鲜艳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 关注 转发 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我每天都会发布不样的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